郭碧婷被向太看上 过起了不差巧的豪门生活 这种幸福到底幸不幸福啊 可以说的是 这种幸福并不是郭碧婷出道时的初衷 郭碧婷当年给自己的目标 需要精进独立的做个靠自己 不依附任何人的女强人 然而这个心愿只有郭碧婷的闺蜜达成了 在两人刚刚新婚不久 郭碧婷的闺蜜做客两人新家的时候 就发现郭碧婷这婚结的挺懵的 两人关于婚姻的协定都没有 谁管家谁理财都没有分购 闺蜜提醒郭碧婷应该要管住向左的钱 向左的反应当时就不对劲了 后来闺蜜跟郭碧婷一块试衣服买单的时候 闺蜜说什么都不肯让向左一块结账 执意自己的东西自己买 向左还霸总发言我送你 不然他们明天就该关门了 这话说的闺蜜是真懵缺了呀 但比较幸运的是 看着香花强他们一家老少出行 爷爷一直抱着孙女 真的感觉很幸福啊 娱乐圈几乎很少有明星一家一起出行的吧 好像没有向左存在的画面里 婆媳 公媳 老少三代之间都还是很和谐的 郝美有时候不需要老公很宠爱 但是婆婆喜欢就是王炸 尤其是对于向家来说 婆婆简直难以了这个家庭里所有的男人 但还是有某些不可控因素 在综艺我家小两口里 两家长辈会面 在饭局上向太打开话题 夸奖碧婷自从嫁来向家以后 向左就与向华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好 多了很多沟通 向左变得是个男人了 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碧婷 该说不说 真不知道向太此言 到底是在夸向左呢 还是在夸自己的眼光 总之 向左感谢老婆郭碧婷的方式有些特殊 竟然是在饭桌上朝着郭碧婷身上丢垃圾 向华小姐了都很纳闷 刚表扬完儿子 儿子就来了个匪夷所思的行为 郭碧婷一脸纳闷地问向左 谢谢我干嘛要尝我扔垃圾 的确啊 正常人谁用这种方式感谢人啊 难道豪门的家教就是这样子的吗 郭碧婷的话已经透露出她的不满了 但是向左还是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 甚至还变本加厉地丢东西 把刚刚吃完饭剃过的牙线 禁止扔到郭碧婷的身上 扔完还傻呵呵地乐起来 有一说一 这真的是一种特别不尊重人的行为 郭碧婷也终于不忍了 开始发火了 对向左方话说 你有种去丢你爸爸 此时节目组也很有意思 立刻就把画面去到向华强这里 捕捉向华强的反应 大哥不愧是大哥啊 还是那么的一脸淡定 完全就没有一丝丝的情绪波动 其实向华强没有生气 就已经是给足媳妇面子 老两口对郭碧婷的宠爱 是真的宠爱 经常能看见向太带着儿媳妇出门 一起手玩手去买菜 买小孩的玩具 叫做小孩的宠爱